171集 造化法王一边旋转着 一边疑惑询问 三浪道友这是我哪一出呢 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穿呢 没错 是有人啊 是醒目居士吗 笨蛋 别叫错了 是醒星居士 这时 有个身材高挑穿着五裙的仙子 已超快速追上了诸位道友 正是在天山上跳舞的东方仙子 他接口道 你们别闹 我记得 居士道号的第一个字 是和酒有关的 是酿字吧 所以应该是酿夜居士 哎呀 他们两个人怎么抱在一起了 三浪道友还光着身子 哎呀呀呀 三浪道友还在扯居士的衣服 真是毫无能 一边呜呜着 东方仙子一边以极快的速度 超过所有道友 遥遥领先 第一个朝着白遗尊者的位置录取 他的飞舰模式是无限加速模式 所以速度特别快 我说道友们啊 在知道无法记住居士的道号时 别这么坚定的给居士起名字呀 这一时 一个散修打扮的男子 以S型飞行的方式 靠近大家 在他手中还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隐约可以看到 九州一号群的聊天界面 男子说话时 又努力看了一眼 自己笔记本电脑上 贴着的一张小纸条 在记不住道号的情况下 可以称呼居士的网名 明月几时有啊 贝和兄 你也来了 一个头发雪白的男子 以波浪古式的飞行方式 向大家汇聚 同时出声的 在男子的手中 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雪狼 被他抱在怀中 小雪狼身上 还有着很多的泡沫 看样子雪白头发的男子 正在给小雪狼洗澡 而此时 这只可怜的小雪狼 两眼中都是圈圈 已经被彻底转晕了 原来 这散修打扮的男子 正是群里永远在线的 圣斗士 北河散人 而这时 有眼尖的道友 还可以看到 北河散人电脑上 九州一号群的聊天窗口中 童挂仙师在不久前 刚发的一条消息 本仙师今天心有所感 caus 为九州一号群里的 很多道友都算没光 我发现大家 今天有喜从天降 祝大家幸福 卧槽 这个 大 大黑卦 话说这个大黑卦为什么没有被飞过来呢 被和散人对雪白头发的男子挥手道 雪狼兄 你也飞了 又要开始转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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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交流之际 越来越多的九州一号群道友汇入流星雨群中 相识的道友们一边干笑着 一边相互间打着招呼 很快流星雨的数量汇聚到了近四十多颗 咦 又有道友来了 雪狼洞主叫道 然后众人看到新来的道友一脸郁闷状 手里还端着个饭碗 显然他被飞时正在吃饭 诶 黄山真君 被和散人看到来者后出声叫道 来者正是九州一号群的群主 黄山真君 黄山真君在群里很有威望 他一出现群里的成员就纷纷 向他打招呼 这么多道友在飞 黄山真君淡定地望了一眼大家 又费力地扒了口饭 然后问道 话说 大家都是被白前辈的一次性飞剑给送过来的 是啊 是 被和散人回头 对了 你们是不是都换了白前辈的表情包当头像 然后这几天一直在巡礼刷白前辈的表情包啊 黄山真君回头 众道友都不好意思地干笑起来 话说大家本来都以为会法不择重呢 那么多道友在刷白前辈的表情包 白前辈总不好一个个找上门去惩罚吧 但没想到他还有用一次性飞剑将大家全部汇聚过来的手段呢 看样子收到礼物的导友都是干过这些事的 这也是大家被一次性飞剑送过来的主要原因了 说到这里 黄山真君沉沉地叹了口气 但是为何我也被传送过来了 他这几天虽然有在窥群 但黄山真君深知不作死就不会死 no do no die的道理 所以他很克制自己 他没有在群空间下载白前辈表情包 也没有在群里发白前辈的表情图 也没有将自己的头像换成白前辈的表情 但魏毛他也要被一次性飞剑送过来呢 难道就因为他是群主吗 或者说白前辈是既礼物既顺手了 又正好有多余的飞剑 于是就随手送了他一份 黄山真君确实忘记了 其实他发过一次白前辈的表情 当时他向群柔子询问 那两只手是谁的的时候 曾经复制过白前辈的一张表情图 不过 黄山真君会被一次性飞剑送过来 倒不是因为他发了一次白前辈表情图的原因 他的确是顺带的 白尊者是准备将群里的道友召唤过来后 再趁机举办一场首服拖拉机大赛的 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黄山真君呢 没有黄山真君又从哪一口气弄五六十辆首服拖拉机过来呢 所以白尊者顺手也寄了份礼物给黄山真君 看到前面的道友越去越多 白鹤真君再次吸了吸鼻子 这些在家中以各种姿势背走你的道友们 所成的一次性飞剑 都是他亲手送快递上门的呢 想想都有些小激动 真要玩呢 在大风车旋转中 白鹤真君颤抖着拨打了钥匙的电话 无有钥匙兄啊 给我预备一个天子一号的贵宾豪华病床 钥匙最近正忙着研究失忆症 很少上网 所以他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啥 电话中钥匙的声音很是疑惑 白鹤兄你在玩什么呢 我想 我想 我过不了多久就能用上了 就这样吧 再见 白鹤真君毅然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旋转着跟上其他道友 很快 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就发现了白鹤真君 白鹤真君 北鹤散人皮笑肉不笑 嘿嘿嘿 白鹤真君 雪狼洞主保持对形跟上 呵呵 白鹤真君啊 洛尘真君道 一连串的呵呵 流星群中的大部分道友都用诡异的笑容望着白鹤真君 送给他一声 呵呵 白鹤真君感觉压力山道 他悄悄吸了吸鼻子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男修师恋爱一场 然后变成白鹤仙子 这样一来 到时候看在我是女修的前提下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下手揍我时 会轻点吧 断仙台前 所有人都疑惑地望着高举双手的白尊者 不知道这位突然出现的修士前辈所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特别是虚剑派阵营 心中有些不安 掌门虚争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位灵魂靠近了一些 心中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哎 没事的没事的 我们可是请来了两位五品金丹灵魂成药啊 五品金丹灵魂 放在大门派中都是一方长老 封主之流的强者 对面的楚楚世家 只是修真界最弱小的世家 他们难道还能请来更厉害的强者称场面不成 这么想着时 他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来了 这时飞舰上的白尊者微微一笑 他已经看到在遥远的天空中 有一片流星雨正飞速地朝着断仙台的位置落下 在白尊者的身后 宋书航嘴角连连抽搐 他只要一想到九州一号群里的前辈们嗷嗷叫着 变成流星雨从天而降的场面 他就感觉那画面太美 连想都不敢想啊 同时他悄悄瞄了眼羽柔子 心中暗叹 羽柔子姑娘真是幸运 逃过了这一劫 不过他记得白尊者有发快递给灵蝶岛羽柔子啊 如果羽柔子没收到礼物 那么收到礼物的是谁呢 一会儿要被 你光头吗 羽柔子嘻嘻嘻一笑 然后他又向豆豆问道 豆豆 白前辈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呀 呃 豆豆语气沉重 眸光深邃 是 流星雨哦 雨柔子顿时眼睛一亮 那是不是可以许愿呢 来了 断仙台边上的所有人再次疑惑地望着白尊酒 但是周围没什么变化呀 正思索间 突然 所有人感应到 有一股可怕的压迫力 从空中降下来 那庞大的压力 简直让人感觉 仿佛天空要倒塌下来一般 实力弱一些的人 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 仿佛鼻子前 被蒙了一条厚厚的被子 怎么回事啊 两位护台人马上抬起头来望向天空 这么可怕的压迫力 是许许多多的五品灵魂 甚至有六品真菌境界的修饰 汇集在一起时散发的压力 他们长生见宗 百年一次的祭典上 才会形成这么沉重的压迫力 这是有大批的灵魂真菌正在降临 正思索间 一片耀眼的流星雨 在空中大放光明 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耀眼 哇 漂亮 所有人的心中 同时涌上这个念头 只是随着流星雨越来越接近 他们听到了流星雨中 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叫声 272集 这似乎是狼笑 普通的男生惨叫 大部分都是这种压低的乌叶声 不要啊 全走光了 漂亮仙子的惊叫 最新道友 给我这衣服折袖啊 一个惊恐的声音 一边挽泥巴去 别撑我衣服三浪 我 我要杀了你 愤怒的反击声 这流星雨不是流星 而是很多强大的灵魂级别的修士 断仙台上 两位长生剑宗的护台人 暗暗咽了口口水 这是修士前辈们组团旅行吗 可是 本次的断仙台之战级别很低啊 值得这么多修士前辈们 嗷嗷叫着飞来观光吗 正当他们思索之际 天空中的流星雨 已经降落到修士肉眼可见的程度 果然是一大群的修士 有男有女 每一位身上都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身为护台人的两位金丹灵魂 明明感觉自己的境界 和这群修士中的几位灵魂相差不多 但是他两人又明显感觉 自己整体上要弱于这群修士中的灵魂 这只有一个可能 这群修士中的灵魂强者 单纹品级很高 两位护台人在长生建宗 也算是金丹单品不错的灵魂 有五龙文 能让他们感觉到压力的同级别修士 难道全都是七龙文品级的金丹灵魂 这个就可怕了呀 这代表着这群修士中的灵魂 潜力无限 七品尊者有望 甚至八品人前险胜也有机会呀 白仙辈 要撞地了 快停下来呀 这时飞得最快的东方仙子的飞剑 已经落到了白尊者的面前 距离地面只有两三米距离 白尊者面带田径的笑容 一次性流星剑00100 采用了散并跳伞式降落方法 能让使用者在降落时 享受蹦击般的刺激和乐趣 为保障人身安全 在接近地面0.1米高度时 00100流星剑会自动护住 让人免除后顾之忧 所以安全不是问题 正当白尊者思索之际 轰的一声 东方仙子连人带剑 狠狠撞在了地面上 飞剑上的剑气在地面上 轰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片刻后 东方仙子灰头土脸地 从坑洞中爬了出来 一脸幽怨地望向白尊者 白尊者道 奇怪了 难道降落系统出问题了 明明设定好在距离地面 0.1米高度时会自动停下的呀 怎么没有停下 正当白尊者疑惑之际 白尊妹要装地了 快停下来啊 和东方仙子差不多的叫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声音有男有女 有高有低 随后 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 如同下饭子似的 接二连三地扎向地面 震耳欲聋的声音不断响起 真是很喜庆的音效呢 作为开幕式典礼 声效也很重要呢 片刻后 一个个九州一号群的成员 从坑洞中爬起 个个灰头土脸 楚家阵营中 宇柔子疑惑问道 啊嘞 怎么不是流星雨 变成好多前辈了 这些前辈中 他认识很多 楚楚虚弱地坐在豆豆身上 正和楚家足劳解释自身的事情 然后当他看到一个接一个 从天而降的修士时 便张大了嘴巴 虽然他知道白前辈是位尊者 但他没想到白尊者 竟然能随手召唤出 这么多的同伴 要是这么多的修士前辈 都是为楚家撑腰的该多好啊 可惜 这个愿望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对面 虚剑派阵营 虚剑派的弟子 不断地咽着口水 这些 都是被楚心世家撑腰的修士吗 这个念头 同样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虚剑派掌门虚征 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这这这前辈 这些 这些修士的实力 如何啊 这这这剧本不对啊 和先生预计的情况 完全不同了呀 两位金丹灵皇的脸部表情 一直僵硬着 突然 那位中年金丹灵皇 冷冷地对虚征道 谁是你前辈 你可别跟我们逃近乎 虚征顿时懵逼了 我们呢 只是路过来看断仙台的观众 和你们虚剑派没有任何关系 鹤发童颜的灵皇同样沉声道 说话间 两位金丹灵皇果断地后遗 和虚剑派拉开一段距离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恨不得现在马上遇见起飞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现在 天空中的强者如同下饺子一般 接二连三的落地 他们两个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硬着头皮多处一会儿 再见机行事 找到机会马上就撤 这趟浑水 他们不参与 九州一号群流星雨 第一波降落完毕 其中一个坑洞中 醉月居士对着狂刀三浪咬牙道 混蛋你快撒手 我身上也就这一件袍子了 撕烂了你就完了 其他道友望着光光的三浪 以及被抓着衣服的醉月居士 眼中充满着八卦之色 这个时候 黄山真君咳嗽了一声 然后将手中的碗放下 再接着 真君果断脱下自己的长外袍 向着狂刀三浪的方向走过去 狂刀三浪看到黄山真君的行动后 热泪盈眶 真君 这个时候果然还是你最可告啊 说着狂刀三浪伸手 准备接过黄山真君的外袍 但是 黄山真君在经过三浪面前时 却一侧身 避开了他伸来的手 然后 黄山真君大步来到三浪的身后 在那里 荔枝仙子穿着单薄的丝制睡衣 缩成了一小团 这个时候 哪怕只是来一阵微风 也可能会让他走光的 黄山真君来到荔枝仙子身边 伸手温柔体贴地将外衣 披在荔枝仙子的身上 将仙子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荔枝仙子抬起头来 对着黄山真君投来温柔的笑容 狂刀三浪僵住了 他悬在半空的手 伸也不是 缩也不是 尴尬极了 片刻后 狂刀三浪大叫道 陈君 你见色妄义 就是就是 黄山大傻见色妄义 楚家的阵营中 痘痘咬牙附和 可恶的黄山大傻 从降落到现在 竟然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关注了一只仙子 黄山真君转过头来 默默望了眼痘痘 嘴角抽搐 然后 真君又转过头来 望向狂刀三浪 沉默片刻后 他伸出食指 朝着狂刀三浪 轻轻一点 砰的一声 一阵烟雾闪起 狂刀三浪 哇 变成了一只大马猴 这是简单的幻术应用 只是简单的 在三浪的身体表面 覆盖上一层幻术 立之仙子娇笑出声 听到仙子的笑声后 黄山真君 嘴角微微上扬 啊 狂刀三浪一脸懵逼 他也是脑抽了 没衣服就先用幻术 遮盖一下 不过现在 用不着了 三浪的目光 巡视全场 他先望了一眼 楚家的阵营 然后看到痘痘 与柔子 都挤在那个阵营中 嗯 看样子 这边是自己人一伙了 然后 大马猴三浪 又望向虚剑派阵营 扫了一圈后 没发现熟人 哦 看来这个阵营 不是自己人 紧接着 狂刀三浪的目光 落在了虚剑派掌门 虚征身上 哎 哎 你这套黑色道袍 质量不错呀 于是大马猴模样的三浪 大摇大摆地 来到了虚征面前 哎 道友 商量件事呗 虚征咽了口口水 感觉压力巨大 你的道袍 借本座穿穿呗 本座出门时 忘了穿衣服 啊 给本座个面子嘛 狂刀三浪说着 捋了捋头发 在别人眼中 是大马猴 帅气地抓了抓头 前辈 我身上也只有一件道袍 里面只剩下礼仪了 虚征甘肯笑道 啊 不给本座面子是吧 本座苏氏阿七 信不信本座分分钟挑了你们门派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本座三 本座天和苏氏阿七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单挑一个门派 狂刀三浪冷冷道 天空中 宋淑航差点从飞舰上跌下来呀 三浪前辈 注意下线啊 最终 虚征苦笑着 扒下自己的道袍 只穿一条四脚裤衩 默默承受着 略带寒意的夜风 而在狂刀三浪冒充苏氏阿七 去强借衣服的时候 九州一号群 流星雨降落的前辈们 一个个干笑着 向白前辈打招呼 然后一个个干笑着 挤到羽柔子和豆豆的身边 白尊者微微一笑 对书行道 差不多都到齐了 我们下去吧 只有灵蝶倒的那柄飞舰 还没有回来 不过想到灵蝶尊者 那飞舰没过来也正常 白前辈和宋书航降落 来到了楚家的阵营 所有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连忙排排坐坐好 大家一脸严肃 就像听课的小学生一般 白尊者对着大家微微一笑 众人马上回忆整齐的笑容 乖巧极了 这时豆豆身上的楚楚 挣扎着坐起 白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求 他刚从祖老那里了解到 断仙台的情况 因为虚剑派的提议 这次断仙台先开始第二局 而第二局中 他们楚家已经输了两场 剩下的一场 也是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 所以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想办法赢下第一局 断仙台之战 给楚家挽回一丝希望 白尊者疑惑望向楚楚 楚楚挣扎着 从豆豆身上滑下 浮身余地 白前辈 你有没有能让晚辈 爆发前例的办法 只要能让晚辈上 断仙台一战 晚辈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前辈给我一个 出战的机会 白尊者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又转头望向宋舒航 对他道 好 宋舒航一脸懵逼 第273集 宋舒航感觉有些不对劲 白姐妹 你转头瞅着我干啥呢 你答应楚楚姑娘让她上台 但面对着我说好干啥 楚楚也感觉有些怪异 明明是她在恳求 但为什么这位白尊者 要转过头看着宋舒航呢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就算要付出寿源 甚至更大的代价 来激活潜力才行 只要能让她上台 为楚家一战 夺下断仙台第一局的胜利 她就无憾了 所以楚楚俯身余地 感激的 谢谢前辈成全 一边的楚家祖老欲言又止 最终叹了口气 因为她感觉自己完全插不上话 你跟我来吧 我们在后面找个地方 等一会儿楚楚就可以上场了 白尊者到 白尊者说着 起身往楚楚阵营后方行去 那里有个临时的帐篷 原本是为了给断仙台的参赛弟子智商时使用的 现在正好可以引人耳目 楚楚艰难地从地上起身 用力吸了口气 准备跟上白尊者 只是她的伤还没有恢复 之前坐起身来都用尽了全力 此时想行走 谈何容易啊 一边的宋舒航 马上伸手扶住楚楚 然后扶着她跟上白尊者 这是个坚强的女子 宋舒航太了解她了 甚至比她妈妈还要更了解她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昨天被带入了楚楚的人生梦境 宋舒航对楚楚和周围 楚家族人都有种自然的亲切感 谢谢 楚楚轻声道 就这样被宋舒航扶着她 两人一起跟着白尊者 进入了一座帐篷中 白尊者这一走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顿时大大的松了口气 被和散人望着自己身边的 黑道袍大马猴 好奇询问 话说三浪啊 你怎么还是大马猴的模样 还不解开真君的幻说 嘿嘿 三浪是谁啊 马猴撞得狂刀三浪冷冷一笑 捋了捋头发 哼 我是苏氏阿七 开什么玩笑吗 她之前可是光着屁股 从空而降的 所以现在打死也不能变回 本尊的模样 一边的东方仙子 忍不住笑出声了 这时黄山真君淡淡的 大家先别闹了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缓解一下白前辈的心情吧 我总感觉 白前辈将我们用一次性飞剑 千里迢迢地送过来 肯定不止让我们享受一次一次性飞剑 那么简单 说不定 后面 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 在等着我们 真君话音刚落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顿时咽了口口水 要不三十六系我们走为上系 雪狼洞主小心翼翼地问道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逃得了今天 逃不了明天 黄山真君淡淡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东方仙子问道 黄山真君回道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需要和大家讨论啊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时狂刀三浪凑近羽柔子 猴脸上满是郁闷之色 话说羽柔子姑娘 你这次可是将我们害惨了 羽柔子眨了眨眼睛 好奇问道 啊 为什么又和我扯上关系了呀 唉 因为你在群共响里 发了那个白前辈表情包啊 狂刀三浪答道 周围所有的前辈 都默默地点头 这表情包 就是这次灾祸的主要根源呢 那个表情包 不好看吗 羽柔子小心翼翼问道 唉 好看是好看 但是啊 就是因为那表情包的原因 大家都被白前辈用一次性飞剑 飞过来了呀 狂刀三浪说得有些忧郁 羽柔子听到这里后 疑惑地反问道 那不是因为前辈你们作死 不仅在群里刷平白前辈表情包 还将白前辈表情包 变成头像的原因吗 狂刀三浪回道 啊 所以说呀 原因就是在这个表情包上啊 所以说 这事不能怪我呀 羽柔子认真的 我只是在群里 共享了白前辈的表情包 前辈们若只是安静地下载表情包 留着悄悄欣赏 就不会有问题了呀 但前辈们作死地在群里一直发白前辈的表情 还换成了头像 那肯定要准备好面对白前辈的惩罚呀 三浪前辈 难道你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啥啥 三浪感觉不对劲 羽柔子这小姑娘的逻辑思维似乎有些大条啊 难道 你有觉悟 必须的呀 羽柔子说得理所当然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当然要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呀 我在将表情包发到群里的时候 就有了各种的觉悟 我听爹爹说过 白前辈有用一次性飞剑 将人直接送到宇宙玩星星的爱好 所以 我是准备好要被白前辈送上宇宙的 我连宇航服都准备好了 还有壁骨丹 都准备好了 就一直藏在一寸缩小袋中呢 哼 说到最后时 羽柔子双眼大放光明 满脸的期待和渴望 他很想被白前辈一次性飞剑 啾到宇宙 三浪转过头来望向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然后他用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 心里好复杂呀 羽柔子回答得好有道理 三浪感觉自己完全无言以对 所以说九州一号群这么多的道友 就这样因为没有觉悟而被莫名其妙地坑了 咳咳 话题别扯远了 我们现在应该想想 如何让白前辈开心起来 黄山真君拉回话题 这个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啊 一定要让白前辈蒙起来 呸呸呸呸 是让白前辈欢乐起来 遗忘掉白前辈表情包的事啊 这时豆豆得意洋洋的 哼 如果说让白前辈开心起来的话 我这里有一个妙招啊 忘了 他此时所谓小精八大小 还有一只化为小巴掌大的萌萌鱼娇娇 骑在他身上 这个组合格外的有喜感 豆豆有什么妙招 黄山真君好奇道 豆豆得意极了 只要黄山大傻 你叫我三生主人 我就告诉你 黄山真君沉重的叹了口气 他怎么就养了这么一只豆逼狗呢 豆豆啊 黄山真君语气沉重 听说 刚才一直躺在你背上的 楚家小姑娘 叫楚楚 咋的啊 豆豆反问道 豆豆啊 黄山真君语气更沉重了 听说京城有只猫腰 是你老乡好了 也叫楚楚 哼 只是名字一样而已 豆豆冷哼道 豆豆啊 黄山真君又道 听说你在网上谈了个老婆 那老婆的网名中 也带着楚楚二字 黄山大傻 你坚持我 喂 豆豆用力大叫道 接下来 还要我多说什么吗 你这只楚楚空的傻精疤 真的要我当中 揭开你心底 的那最深的 最龌龊的 不可见人的秘密吗 黄山真君目光如炬 直视豆豆的双眼 豆豆不由自主地 缩了缩脑袋 知道接下来 要怎么做了 黄山真君冷冷的 豆豆想了想后 毫无尊严的五体伏地 对不起黄山大人 声音太低了 而且语气不诚恳 黄山真君冷傲道 对不起黄山大人 我是黄山大人的 中全小豆豆 请黄山大人 大人有大量 大人不及小人过 豆豆大声叫道 很好 说吧 能让白前辈 开心起来的秘密 黄山真君道 宋书航准备拍一部电影 当他和白尊者 谈起这事时 白尊者看上去 很有兴趣的样子 豆豆答道 这是余娇娇连忙举手道 这事我也知道 我还知道 有一个作者写的东西 很有趣 正准备将他绑架过来 关进小黑屋 让他写句吧 北河散人听到这里时 莫名感叹道 哎呀 是宋书航小友提出来的建议 哈哈 看样子呀 书航小友啊 这两天过得也很不容易呢 也对 宋书航可是白前辈 表情包的始作俑者 这几天又和白尊者待在一起 在表情包事件爆发后 书航小友的处境可想而知 真是为难他 真是为难他了 能想出拍电影的妙照 来让白前辈 恢复美好心情 拍电影吗 似乎是个好注意 黄山真君拍了拍手的 那么我们也行动起来 支持书航小友 拍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出来吧 轰动全国的程度 白前辈会满意吗 不如我们保险一点 整一部轰动全世界的电影出来吧 古狐冠真君建议道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纷纷点赞 而此时 黄山真君暗暗松了口气 这次竟然真的将痘痘给震住了 话说 痘痘真的是个楚楚空啊 这其中肯定有故事啊 看样子要挖掘出来才行 以后可以成为威胁痘痘的一大杀招啊 是的 黄山真君刚才所谓的秘密 全都是在唬痘痘的 在九州一号群道友们讨论之时 断仙台上第二局的最后一场 结束了战斗 楚家的楚勇还是落败了 就算虚剑派掌门的小师弟 被护台人斩了一剑 受了伤 但那如野兽般的家伙 在简单地包扎了伤口后 依旧轻易击倒了楚勇 断仙台第二局 虚剑派获胜 护台人宣布的时候 悄悄望了眼 楚家阵营中排排坐的大佬们 他们生怕在宣布这个结果时 会引起这群修士大佬们的不快 压力山大呀 这次的断仙台主持 真是逼了狗了 接下来断仙台第一局战斗开始 双方参战人员上台 另一位护台人道 第二百七十四集 断仙台第一局 是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修士之战 而虚剑派和楚家 最近六十年来的运气都比较背 门派内六十岁以下的弟子 大都被一品月龙门这个瓶颈 死死卡住 虚剑派中甚至有弟子 冲击月龙门境界十七次了 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失败后 境界一下子降落到第四窍 鼻窍境界 只能辛苦继续修炼 重新继续气血之力 再冲击月龙门瓶颈 别看它似乎只是个一品小瓶颈 但这个小瓶颈 却困住了修士界 百分之六以上的修士 特别是一些资源不足的 小门派和散修 有人甚至冲击这个瓶颈 冲击了一生都没能冲破 楚家还好 至少出了个天才楚楚 须剑派则连一个二品境界的六十岁以下弟子都没有 这次参战的全都是一品月龙门境界的弟子 楚家派出的前两位弟子 同样是一品月龙门境界 双方弟子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那就要看弟子的临场发挥以及装备了 谁的武器更好 谁的功法更好 谁的胜率就更大 护台人宣布战斗开始 虚剑派的弟子上场 那个是个身高接近三米的小巨人 体内恐怕有什么特殊血脉 楚家上场的弟子相比之下 气势就弱了许多 那是一个身材普通 基础功法扎实 但却有着丰富经验的弟子 楚家将第一局的希望 全部压在了楚楚的身上 一品级别的战斗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能看得热血沸腾 但对于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来说 就有些无聊了 再加上虚剑派和楚家的功法品阶较低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实在是提不起劲了 这时 楚家的祖老在帐篷边上来回夺着步 他想第一时间知道 帐篷里面楚楚的状态 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不用多 哪怕仅是保留着 二品第一丹田的实力 都能够碾压虚剑派 宇柔子也悄悄溜了出来 他还想着从宋书航身上取回那枚胸针 好变身成为楚春莹 而代替楚家参战的呢 他只要一想到自己踏上断仙台 将须剑派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心中就兴奋不已 但是 等了很久后 进入帐篷的楚楚 白尊者还有宋书航 却依旧没有出来 怎么还没好呢 宇柔子疑惑 伸手掀开帐篷 往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 他看到了漫天的黄沙 真实的幻象 宇柔子马上撒手 退回到帐篷之外 白尊者竟然在帐篷中使用了真实的幻象能力 只是激活楚楚的潜力 需要这么大费周折吗 而此时 在白尊者的真实的幻象之中 白尊者并没有为楚楚激活潜力 他只是取了楚楚的几滴血液 并用一只小壶装好血液 然后又往小壶中装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不知道白尊者准备怎么恢复楚楚的状态呢 这时 白尊者掏出手机 拨通了钥匙的电话 钥匙 已经有人和你接触了吗 电话那边传来了钥匙的声音 是的白前辈 就在紫燕将这几个实验品俘虏送过来之后的第二天 就有人周转通过好几位道友开始联系我 询问我赎回这几个俘虏的代价 那东西得到了吗 白尊者呵呵笑的 在字符中不时的有一些被白尊者划出去 又有一些字符被白尊者血之力 可以一口气爆发出巨精般的强大力量出来 万事俱备 那么接下来 你喝了这壶药血 然后变成楚楚 去参加断仙台吧 白尊者递上那壶 融合着楚楚血液的药液 对宋书行道 啊 不是说好了激活楚楚姑娘的潜力 让她参加断仙台之战吗 怎么又变成让我化成楚楚的模样 上断仙台了 白尊者似乎看出宋书行的疑惑 激活潜力的法门我是有的 但是以这位楚楚姑娘现在的身体状态 激活潜力后不久 她就差不多死定了 要事无一了 所以呢 你是选择让楚楚姑娘爆发参赛 然后爽快地死去呢 还是你变成楚楚的模样 拿下断仙台之战呢 白尊者问道 会死吗 楚楚呆了呆 是她将激活潜力想得太轻松了 这种法门一般都是修饰生死存亡之计 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法 后遗症极大 宋书行先是望了眼楚楚 又转头望向一脸认真的白尊者 张大了嘴巴 两分钟后帐篷被人掀开 楚楚姑娘的脸色依旧微微有些苍白 但却步伐坚定地走了出来 在她身上气血之力充满 看样子她身体健康 她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黑色裙子 大腿上绑着那柄贴身短剑 在她背后还背着一个长长的兵器包裹 楚楚 你伤好了 楚家祖老看到楚楚出来后 顿时一喜 楚楚对着祖老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 另一边 断线台上 须剑派的那个小巨人发出得意的笑声 将楚家第二个参赛的弟子高高举起 随即一记强力息息顶上 第二位参赛的弟子 如同被抓住的小鸡 根本无法反抗 硬挨了这记息息后 惨叫一声 软软的倒地 无法再起 连败两局 小巨人嚣张地狂笑着 楚家阵营的弟子心里憋得难受啊 可恶 若是我们楚楚师姐没有受伤 又几容你嚣张啊 就在这时 一道修长的身影穿过楚家的阵营 一步步向断线台走去 步伐沉重 楚家弟子看到这道身影时 顿时发出如雷鸣般的吼叫声 楚楚师姐 楚楚师姐 那道修长的身影回过头来 对着楚家弟子露出一个很复杂的笑容 那是怎样的笑容啊 既有似水的温柔 又有稍许的无奈 还有一些圣人般的怜悯 又有坚定的信念含在其中 一下子楚家的弟子都安静了下来 有很多弟子的心中甚至犯起了酸意 是因为他们太不争气了 楚楚师姐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还要激发潜力上这断线台 人类的脑补能力是很强大的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干笑 楚家弟子竟然能联想出这么多的内容 楚楚笑过之后 重新一步步踏上断线台 护台仍微微望了一眼楚楚 暗中使了一个法术 大约应该是鉴定血脉 验证楚楚身份的法术 法术光芒在楚楚身上一闪而过 没有任何问题 的确是楚楚无遗 来到断线台上后 楚楚先将受伤的族人扶起 伸手一拍 用柔镜将她送往台下族人手中 台下的楚家族人早已准备就绪 小心翼翼地接过伤者 将她送入后方帐篷 进行紧急治疗 断线台上 楚楚微微抬头 安静凝望着那个三米高的小巨人 小巨人同样回望着楚楚 片刻后 她突然露出兴奋之色 你的实力 竟然只恢复到一品月龙门境界 你没能恢复到二品实力 对于她来说 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二品真师对一品修饰几乎是碾压的 但是 对方现在只有一品实力的话 她凭着自己的特殊血脉足以一战 不 甚至说不定 她能将这位楚家的天才碾杀 楚楚抬起头来 朝着小巨人微微一笑 没有答话 断仙台之战 继续 护台人蓬生海沉生的 后方帐篷出 羽柔子疑惑地望着帐篷内 奇怪了 宋前辈和白尊者 怎么还没出来 他们还不出来的话 不找谁借那个变幻凶针啊 我要参加断仙台之战的呀 而楚家的祖老却在低头思索着 突然她脸色一变 等下 刚才楚楚出来时 身上澎湃着的是 气血之力 不是真气 楚楚激活了潜力 暂时恢复伤势 竟然也只恢复到一品月龙门境界 这样的话 她面对须剑派的参赛弟子时 就没有多大的优势了 再加上那带伤之身 不行 不能让楚楚参赛 楚家祖老飞快地向断仙台跑去 但是迟了 断仙台之战已经开始了 断仙台上 小巨人一声尘鹤为自己壮士 哼 小娘们 不管你是什么天才 现在都得给我受死 吼叫之际 小巨人 剑步冲出 硕大的拳头带着呼啸的风声 砸向楚楚的脑袋 楚家的弟子紧张地握拳 他们倒不是为楚楚紧张 而是期盼着 在她出剑的瞬间 能施展出那门 楚家神秘无上的剑局 楚家人可是知道 楚楚那套剑局的威力巨大 就算现在她因为伤势境界跌落 但同境界又怎么样呢 只要那剑诀一出 这小巨人只有落败的份 然而 断仙台上楚楚却没有伸手去抽腿上的那柄小短剑 她摆开一个拳式 一动不动 看样子 她似乎想要硬扛小巨人这一拳 小巨人发出狂笑 去死吧 通心掌 说是什么通心掌 但其实是小巨人将五大教学的气血之力 涌入到拳头上 拳头上又鸿芒隐隐发亮 分明是一招开杯碎石的刚猛拳法吗 修饰在战斗中抱上的各种牛逼招式的名字 听着新鲜就好 相信你就输了 小巨人的拳头狠狠砸下 她天生神力 再加上这刚猛霸道的拳法 就算是二品真师 正面受她一拳都不好受 眼前这小娘们竟然妄想揭她的拳头 那就让她尝尝自己拳头的厉害 正前方楚楚一脸平静 突然 她那柔弱的双手交叉着 迎向了小巨人的拳头 当的一声 小巨人硕大的拳头和楚楚的双手相碰 两者竟然发出了金铁香蕉的声音 仿佛相撞的不是拳和手掌 而是两块金属 接着楚楚的双手微微一沉 借着这一沉之际 悄然间已经用柔剑 卸去了小巨人拳法里的刚猛之剑 挡住了 竟然被挡下来了 小巨人微微一愣 不仅是小巨人 连楚家的人都有些发愣 他们知道楚楚师姐剑术极强 但没想到她连拳法都这么强大 断仙台上战局瞬息万变 弓手交替 楚楚架住小巨人的拳头 双手猛的向上一推 巨人的力量爆发 小巨人的拳头被推飞开了 下一刻 楚楚身体绷紧 朝着小巨人的胸膛猛的撞去 轰的一声 一撞就将接近三米的小巨人撞飞出去 这一撞不再是绞尽运用 而是纯粹的原始的野蛮力量 小巨人被撞飞出去后 半天都起不了身 胸口如被火车头撞到一样 气都喘不上来 她瞪大眼睛望着前方的楚楚 这小娘们光是肉身的蛮力 竟都比她巨大 这时 原本有些无聊的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有几位突然眨了眨眼睛 倒不是台上的战斗有多高明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 断仙台上的战斗层次还是低了些 但重点是 刚才这位楚楚姑娘使用的拳法 本座若是没看错的话 这是金刚基础拳法吧 本座曾经在通拳大师那里 看过她的弟子训练的场面 狂刀三浪摸着下巴转过头来 询问身边的道友 没错 这是金刚基础拳法六的防守招式 以及武士崩撞攻击 黄山真君出声答道 真君虽然没有修炼过金刚基础拳法 但他对这拳法的大约招式有所了解 金刚基础拳法可不是大路获的拳法 而是当年金刚寺的正门绝学 至少这拳法处性世家是不可能有的 北河三人想了想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沉沉叹了口气 哎 金刚基础拳法呢 雪狼洞主点了点头 是啊 是金刚基础拳法呢 造化法王跟上 竟然是金刚基础拳法呀 不明真相的力痴仙子一脸一护 完全不明白这几位道友在感慨些什么 冷夏 既然是金刚基础拳法的话 有个问题 我不得不提醒一下 古呼冠真君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指着台上的楚楚道 众道友好奇地望向台上的楚楚 片刻后狂刀三浪仙出声道 我操 一品月龙门 北河散人道 我操 真是一品月龙门 而且 还是快晋升二品的月龙门 荔枝仙子更懵逼了 不就是一品月龙门境界 到底有什么值得群里的这些道友们 这么一惊一乍的 古呼冠真君又出声问道 谁还记得某人修炼了多少时间 北河散人答道 六月一日后 没几天吧 他记得这个时间 因为这是他当时和那个算黑卦的 定下紫禁之巅大战的时间 那今天是几号 古呼冠真君又问道 狂刀三浪看了看日期 2019年7月21日 满打满算 都还没满两个月 陆成真君道 这 开挂了吧 开挂无疑了 造化法王感慨道 哎 照我说呀 这已经不是开挂了 这简直是直接开作弊器了吧 哎呦 回想起我当年的散人生涯 是那么的艰辛 区区一份脆体液都折腾得我死去活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些凶闷 你至少还是个散人啊 我比你更惨 我是一只普通的小雪狼啊 雪狼洞主诉苦道 转眼间 似乎话题就扭曲了 变成诉苦大会了 立志仙子满脑子问号 所以 你们感慨的到底是什么呀 他感觉自己和群里的道友们之间 突然有了代沟 竟然没有共同话题了 他是被群里的道友们排斥了 断线台上 那位小巨人再次爬了起来 在他倒地的时候 楚楚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一脸平静地等着他起来 给他缓了口气时间 这简直是轻蔑他至极啊 可恶 小巨人咆哮 他再次挥拳朝着楚楚冲来 依旧是挥拳 施展的依旧是那开杯烈石的拳法 对面 楚楚再次摆出拳法架子 双手微微交叉 迎向了小巨人的拳头 就在双方又要再次接触之时 小巨人眼中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突然 他的袖口中弹出一柄短剑 虚剑派 可是剑派呀 小巨人最擅长的自然也是剑术 别看他身体巨大 但擅长的却是短剑之法 短剑在他手中就如同小匕首一样灵活 同时他瞬间施展出最强剑术 须剑派的短剑之术 蛇形二十一剑 望着如毒蛇一样刺来的短剑 楚楚皱了皱眉头 感叹了一声 随后他身形突然一动 瞬间消失在了小巨人的身边 再出现时 他已经在小巨人的身后了 只听见一连串的电弧声响起 在楚楚的掌心 有一道雷光乍响 倒发掌心雷 下一刻他的手掌轻轻拍在小巨人的背上 小巨人发出一串的惨叫 浑身上下疯狂地抽搐起来 随后他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地 这次他没能再起来 直接晕死了过去 楚楚转过身来 对着须剑派的位置微微 第二百七十六集 只要将须剑派的家伙都干掉了就好了 楚楚望向须剑派的阵营 接下来还有两个将要登场的选手 唉 快点上来吧 然后爽快地解决他们 再接着去近距离接触一下 楚家密室里的李天素画卷 然后搞定收工 哎呀 一件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事情 竟然要闹得这么麻烦 须剑派阵营中 掌门须征吸了吸鼻子 他身上现在披着一件蓝色的道袍 这是一位董事的弟子 主动送上来给掌门遮羞的 此时须征的心装很不平静 不对劲呢 超级不对劲呢 从这个楚楚重伤却活着回来之时起 整个断仙台的剧本都开始偏离了原本的节奏 明明一开始完全是按照先生所设计的剧本在演绎的 但随着这个楚楚的到来 一切都被打乱了 深吸了一口气后 须征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至少先撑过这断仙台之战的第一局吧 然后须征掌门沉声道 这个楚楚虽然受了重伤跌落到了一品月龙门境界 但他的战斗经验还在 他那二品修士的眼界还在 卢冠输得不愿 蜀泽 你上场吧 不要急 也不要与他硬拼 就和他耗时间 他是用了特殊法门激活潜力的 但这种特殊方法总有实效 拖下去 越久越好 是 在他身后 一个双腿很长的弟子沉声应道 他最擅长的便是轻身织法 小范围内的腾挪闪臂也很拿手 不正面交锋拖时间的话 他是最擅长不过了 断仙台之战继续 虚剑派的第二个弟子蜀泽上场 同时有虚剑派的治疗人员 将受伤的小巨人搬到了台下 虚剑派弟子蜀泽 还请楚楚姑娘指教 蜀泽上台后并不急着攻击 而是行了一套礼仪 他深深记得自己的目标 拖 无论用什么手段 多拖一秒 是一秒 坚持就是胜利 对面 楚楚冲着他微微一笑 依旧没有出声 还请楚楚姑娘 一会儿手下留情 打晕我就好 不要送我上病床躺几个月 蜀泽继续斗 说话间 他开始拉开和楚楚之间的距离 楚楚皱了皱眉头 这家伙好声啰嗦呀 而在楚楚和蜀泽之间的战斗快要开始之际 掌门虚征悄悄地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掌门虚征语气急迫的 喂 先生 情况出现意外了 电话中传来一个平缓的声音 不要惊慌 我一直在关注着县城 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一切还是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不要急 挂掉电话 我们该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 对面那个平缓稳重的声音 让虚征就如同吃了定心丸一样 于是他迅速地挂掉了电话 改用短消息的方式 开始和先生沟通起来 那位神秘的先生发来了信息 让断仙台之战继续下去 虽然楚家的楚楚能上台战斗 很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我们已经赢了一局 这段仙台的第二局 就算输了也无所谓 不会过于影响我的计划 不过 在第三局之前 你尽量地拖延时间 我需要布置一些事情 引出楚家的一个重要人物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此事了结后 你会得到超乎想象的好处 先生 对面的楚家请来了很多强员 我怕出意外 虚征迅速回复道 那排排座围观的修士大佬们 让他压力山大呀 那神秘的先生安慰道 不用担心 这些强者并不是楚家的外援 楚家没那么大的能力 你放心吧 一切由我 我自由妙计 听到这里后 虚征心里更是安定 段仙台上 楚楚皱着眉头 看着在自己身边活蹦乱跳的虚剑派鼠泽 这家伙 在开场时啰嗦了一番后 就跟只猴子一样 远远地在自己身边蹦来蹦去 却不靠近 这是玩什么游戏呀 很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楚楚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这家伙都蹦了老久了 难道还不累吗 就连段仙台的护台人都不由皱起了眉头 而众人再看虚剑派鼠泽 他蹦得可有劲了 还一边蹦跳着 一边朝着楚楚做挑衅动作 如果不主动出击的话 这家伙恐怕要蹦到海枯石烂了吧 楚楚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大吼一声 一声可怕的狮子咆哮声响起 从楚楚口中传出的音波 如同化为实质一样 像四面八方荡漾开了 甚至整个段仙台都被巨大的狮子吼震得颤抖 而且这声波中还附带着幻音能力 让人防不胜防 若不是段仙台四周有防御结界保护 狮子吼的声波定要掀翻 虚剑派和楚家的一大片人 段仙台上原本正欢蹦着的蜀泽顿时如被雷击 心神尸首一脚没有踏实跌倒在地 接着楚楚上前三拳两脚便将这位虚剑派弟子揍晕了 心神尸首中的蜀泽甚至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楚楚胜 虚剑派连书两阵 弟子们的脸色不太好看 相反是楚家中欢呼声一片 群里的前辈们因为找到了有趣的点 不再像之前那样无聊了 悲合散人道 是佛门的狮子吼呢 狂刀三浪道 加上之前的金刚基础拳法和真我冥想经 再加上这次小友出场时的那个大黄头 古狐冠真君补充道 嗯 果然小友已经决定成为佛修了吧 黄山真君捏了捏下巴总结道 这样的话到时候自己要包给小友的大红包就得朝着这方面靠拢了 诶 宋剑拥有强大防御能力的袈裟 书行小友会喜欢吗 说话间 虚剑派最后一个弟子沉着脸一步步踏上断仙台 虚剑派夜堂 还请楚楚姑娘指教 这名弟子中年人相貌 身材消瘦 虚剑派的盗袍披在他身上时 如同大了一号般松垮 楚楚对着他一笑 好吧 事实上除了笑之外 他什么也做不了 战斗前我先声明 我和前面两个师弟完全不懂 夜堂深呼吸 缓缓抽出自己腰间的长剑 因为我已经突破成为了二品真师 第277集 说吧 夜堂身上气势一掌 丹田内的真气灌入长剑 剑身上剑气吞吐 突如其来的二品真师 就连须剑派掌门须针都愣了了 我擦 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位弟子 夜堂 什么时候悄悄突破了月龙门境界 成为二品真师了 随后他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这小子在关键时刻给了他一个大惊喜啊 楚家的楚楚现在因为重伤的原因 只能发挥出一品月龙门级别的实力 但自己这边的夜堂却是实打实的二品真师啊 形势大逆转 须剑派阵营中猛然响起雷鸣般的欢呼 就仿佛已经胜券在悟 这段仙台第一局的胜利 我们须剑派也拿下了 属于我们的胜利 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谁也夺不走 须鸣不由得意笑道 他这是太兴奋了 难免笑得灿烂了一些 楚家阵营中 楚家弟子顿时紧紧地攥紧拳头 脸上充满着担心之色 突然 一只缩在九州一号群道友群中的荔枝仙子抬起头来 他伸出新手对准须剑派掌门须鸣 变成猪吧 一道幻术法术施展开来 落在虚鸣的身上 哼的一声 一阵烟雾笼罩在虚鸣的身上 很快 烟雾散去 虚鸣掌门却已经变成了猪头人身的存在 虚剑派的欢呼声戛然而止 虚鸣掌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却发现自己的手掌变成了两只猪蹄状的形态 顿时呆住了 嗯 终于安静了 荔枝仙子淡淡道 从那个楚楚上台开始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就在讨论莫名其妙的话题 而那个话题的内容应该是他去大战西方土著神灵期间的事情 所以他完全听不懂道友们在讲什么 但偏偏又没人跟他解释 众人都是笑而不语状 为此 荔枝仙子早就窝了一肚子火 所以 虚剑派和虚鸣掌门的得意的笑声成为了荔枝仙子怒火的隐线 于是 虚鸣掌门便成为了荔枝仙子愤怒的牺牲品 虚剑派阵营中 所有人呆呆地望着变成猪头怪的掌门 想笑吗 又不敢笑 断仙台上的两位护台人嘴角同时抽了抽 只是两位护台人对视一眼后选择了无视这件事情 刚才他们感应到这位仙子出手之时流露出来的气息 是六品真君呢 所以啊 反正这是台下发生的事情 而他们只是断仙台的护台人 原则上来说 这事和他们没干系 他们只要管好断仙台上的战斗就好了 断仙台上 啊 二品真师啊 啊 麻烦了 变成楚楚模样的宋舒航 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伤脑筋呢 不好打呀 他可是知道二品真师和一品修士之间巨大的差距 在真气的攻击下再浑厚的气血之力都很难抵挡 也就是说接下来是一场用木剑和真剑比试的战斗啊 所以他只能是拼尽全力上楼 对面 叶唐摆了个剑法起手势 那么 楚楚姑娘 我要进宫了 言罢 他整个人如同出鞘之剑 朝着楚楚掠来 眨眼间 双方间的距离已经被拉近 叶唐手中的剑 斜滑而下 不愧是二品真师境界 尽管叶唐刚突破境界不久 但他一口气爆发的速度 还是比宋书航全力运转君子万里行的身法快上一筹 不过 他这速度还在宋书航可以反应的程度内 剑落之际 楚楚右手往背上一抓 将那包裹着的兵器抓在手中 挡向叶唐手中的利剑 剑与包裹相撞 发出打铁般的响声 下一刻 叶唐剑上的真气爆发 震碎了包裹 露出了里面那柄三尺三长的宝刀 一击之后 叶唐身形微微一对 而宋书航却被震得后退了三步 刀 叶唐盯着楚楚手中的武器 微微一皱眉 为什么会是刀呢 楚家的楚楚明明是剑术天才 物资楚家神秘剑决的剑法威力无穷 但为什么他现在掏出的却是刀 不仅是叶唐发愣 底下楚家的人也个个呆若木鸡 这画风不对呀 为什么楚楚师姐会突然抓出一柄长刀来 为什么不出剑呢 之前他们就感觉画风不对了 楚楚师姐那套拳法总让人有种佛家拳法的气势 而现在出刀就让人感觉更违和了 楚楚师姐最近几年在外到底经历了什么 整个人的画风扭曲成这样了 断仙台上 叶唐深吸了口气 毛子微垂 被小看了吗 他难难道 楚家的天才楚楚 就算是跌落到了一品月龙门境界 竟然还小看已经晋升为二品真师的他吗 或者在楚楚看来 自己根本配不上他用剑 是自大 还是对他自己的武技有绝对的信心呢 叶唐用力甩了甩手中的长剑 沉生的 楚楚姑娘 你拔剑吧 刚才那一击 我只用了五分力 对面 楚楚依旧是那么田径的微微一笑 拔个屁的剑哪 绑在大腿上的短剑 只是拿来做装饰的 宋书航除了一些学自真实的幻象中 那青山少年的一些基础剑术使用法门外 根本就没学过任何的剑术 只有用火焰刀劈一拼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于是在微笑的过程中 楚楚同样甩了甩手中的刀 退后数步将自己和叶唐间的距离拉开 争取火焰刀的蓄器时间 见楚楚不肯出剑 叶唐眼中一冷 更加战意凛然 看样子 楚楚姑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用剑了 那么 就让我将你的剑逼出来 言罢 叶唐身形再次爆发 这次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倍 宋书航后退拉开的距离 被叶唐瞬间拉剑 锯石剑法 叶唐成鹤一声 将自己的气势提升到最高点 手中的剑朝着楚楚再次挥向 锯石剑法 在须剑派中也只是很普通的剑法 也就是说 这剑法在修真界中 大约等于大路获的剑法 然而 此时的叶唐全力施展出这套剑法来 却有剑势如山崖响 剑味道 却让人感觉 有一座小山镇压而来 底下 北河散人剑壮 微微一笑 有点料子呀 这小家伙剑术很是纯熟 估计他反复修炼过这一招 补下十万余子 才会产生如此沉重的剑势啊 造化法王道 哎呀 这下小友不好应对了呀 毕竟他只有一品月繁静的修为呀 雪狼洞主点了点头 一品和二品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如果断仙台上能使用福宝之类的东西就好了 一下子就能扭转战局 正当群里前辈们议论纷纷时 断仙台上宋书航已经蓄器完毕 再次出手 只见他手腕一转 手中的长刀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迎着夜堂横扫而上 长刀上燃烧起一层薄薄的火焰 那火焰虽然很微弱 却让人感觉到它里面蕴含着的炙热温度 这剂火焰刀并不是由古铜戒指激发而来的 宋书航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在他手腕转动刀身的瞬间 忽然感觉自己可以将火焰刀施展出来 不必借助古铜戒指 他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斩出火焰刀来 然后他就真的斩出了这剂 火苗刀 因为刀上的火焰小得太可怜了 就如同随时会熄灭的小火苗一样 但此时已经由不得宋书航多想了 当的一声火焰刀撞上了夜堂的巨石剑法 下一刻夜堂的巨石剑法 那如山一样沉重的剑势竟被破得干干净净 明明眼前长刀上的火焰是那么的微弱 薄薄的一层似乎风大些就会被吹熄灭一样 但那火焰中却含着焚灭世间万物的气势 那天那地那辽阔的大海都要在这火焰下被焚烧一空 这是焚天一刀啊 好可怕的刀翼啊 夜堂那小山般的剑势 在这焚天一刀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不堪一击 甚至刀剑相撞后 那薄薄的火焰竟沿着夜堂手中之剑 笔直燃烧而上 一副要将剑夜堂全部燃烧的架势 夜堂大喝一声 体内真气灌入长剑狠狠一阵 才将剑上的火焰震碎 而对面的楚楚脸色也有些苍白 巨石剑上的剑势虽然被破 但那剑上的距离却毫无花哨地撞在他的刀上 楚楚握刀的手臂都在微微颤抖 夜堂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还不出剑猫 楚楚姑娘 楚楚姑娘却没有回话 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刚才不借助古铜戒指激发的火焰刀 威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大很多 但是仅凭着火焰刀还不足以让他获得胜利 那么试试这个吧 虽然这是我刚学会的能力 宋书航轻声道 他开始运转体内五大俏学的气血之力 气血之力翻腾而起 以一种独特的特殊法门运转 最终一口气爆发 三十三兽先天一气功 聚精品 宋书航五窍早已开启 再加上一位经验丰富的尊者贴身指导 学会这气血爆发之法并不困难 虽然还是有些生疏 眼前正是一个好机会 借着这二品真实级别对手带来的压力 刺激聚精品的法门 在体内凝聚出一道伪先天真气的雏形 然后 晋升二品 第278集 宋书航目光沉静 心中暗响 只有自己也晋升二品境界后 和夜堂战斗起来才会更轻松 而且正好 对方是心境的二品真实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磨练对象 既能给他很大的压力 却又不会将他一箭秒杀 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在这样的压迫下 他一定能更快的凝聚 33兽先天仪气功 巨精篇的伪先天真气雏形 宋书航这样想着 然后主动发起了进攻 使用巨精篇气血运转法门后 宋书航在举手投足间 竟然隐隐有巨精的鸣叫声响起 随后 宝刀霸碎上再次燃烧起一层薄薄的火焰 夜堂剑楚楚还不出剑 心中大怒 他冷哼一声 双手握剑 真气凝聚于剑间 既然你不出剑 那就别想再有出剑的机会了 原本他想见识一下 楚家天才楚楚的神秘剑诀 到底有多强大 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他会一口气解决掉这位天才楚楚 不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了 击败楚家的天才楚楚 也是一个让人很愉快的过程 断仙台的气势 一下子进入到了高潮 天空中 有一道焦急的身影 正拼尽全力追着流星雨的方向 向断仙台的位置飞去 这道身影 正是东方仙子的追求者 流龙修士 流龙现在特别郁闷 明明仙子今天难得心情好 给他舞了一曲 但跳着跳着 仙子突然就螺旋升天了 然后仙子惊叫着 化为一颗流星 消逝在天际 这场面别提有多诡异了 以至于流龙修士 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 接下来他拼了命 沿着仙子的踪迹 跨越千山万水 追寻东方仙子 顺带一提的是 在沿着仙子踪迹追赶时 从他的身边不时的有流星 一闪而顾 这些流星有几个共同点 飞得超快 诡计诡异 飞行士往往还伴随着各种 男高音女高音的惨叫声 和东方仙子升天的场面 如出一辙 看样子 和东方仙子一样升空的人 还不少啊 难道是群体螺旋升天的诡异场面 难道是哪位前辈 给他们开的玩笑 不管如何 先赶上东方仙子再说 流龙心中暗道 脚下飞剑的速度再一次爆发 然后 当流龙拼命飞着飞着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不远处 也有一道身影和他一样 沿着流星消逝的轨迹 咬牙追赶着 只是这位修士虽然在拼命追赶 但飞的速度却不是很快 并不是这位修士修为不高 原因出在他脚下的飞剑上 那是一柄造型很古怪的飞剑 怎么形容好呢 那是一柄穿着蓝色紧身衣 红色披风 还有很经典的红内裤外形的 人形飞剑 当然 这枚飞剑并不是人 而只是一柄打造成了 人形外形的特殊飞剑 剑修们除了自己的本命武器外 一般都会有备用的飞剑 前几年 修士界突然流行起 改装自己的备用飞剑风潮 那风潮都最后成了搞怪大赛 有修士将自己的备用飞剑 改装成电脑模样的 有改装成冰箱 家电的 有改装成键盘的 总之是怎么有趣怎么改 只有你想象不到的 没有修士们改装不出来的 改变外形的飞剑都是用来闹着玩的 各种奇葩的外形 其实是以减弱飞剑速度为代价的 眼前这位修士口味应该比较特殊 他竟然将自己的备用飞剑 改成了超人模样 这位道友在遇见飞行的时候 若是不隐藏自己的飞剑 说不定真会被人当成超人在空中飞吧 可真是个有趣的修士啊 流龙心中暗道 不过他心中也有个疑惑的地方 既然对方是在拼命追赶流星 那为什么不使用本命飞剑 而是要用这奇怪外形的备用飞剑呢 难不成 这位有趣的修士 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本命飞剑改造了 思索间 嗖嗖两下 流龙已经赶上了这位修士 道友 你也在追前面的流星吗 流龙出声询问道 说不定这是一个跟他同样命运的道友呢 也是跨越千山万水 来寻找一位美丽仙子的呢 听到流龙的声音后 那道友抬起头来 点头答道 是吧 你也在追流星啊 这是个刺猬头 娃娃脸 身材矮小的道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娃娃脸容貌的原因 让这位道友身上多了一种 让人精进的气质 在下流龙 天山宗弟子 流龙微微一笑询问道 道友 莫非也有重要的人被变成流星妃了 原来是天山宗流龙道友啊 久闻大名 那娃娃脸修士意外的望了眼流龙 这位就是仙世界好好先生流龙 修真界闻名的大善人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 随后 娃娃脸修士又到 在下寒雪剑庄邓一马 我的确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在前面飞着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了 说到最后时 娃娃脸修士一脸激动 有种誓死不会放过这机会的坚决 流龙闻言 心中一动 这人果然是跟他一样 也是位痴情的道友吗 哎呀 同是天涯沦落人 那么能帮忙的话 就帮一帮忙 于是流龙出声问道 话说邓道友 你的本命飞剑莫非出了问题吗 毕竟邓一马的超人飞剑 有些让人不忍直视 听到这问题时 邓一马不由吸了吸鼻子 他娃娃脸上满是愁苦之色 是啊 出问题了 我现在能用来代步的 只有这一柄飞剑了 语气中 有着让人闻之露泪的心酸味道 似乎邓一马道友 经历了很悲伤的往事呢 既然如此 不如我再邓雄一程吧 流龙出声道 我们目标相同 都是追着流星而去的 邓一马闻言 不好意思道 这样会不会拖慢流道友的速度啊 放心吧 只在一个人的话 对我的速度并不会有影响的 流龙呵呵一笑 邓一马咬了咬牙 这时候他真的是要急着追上那个他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 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他跑掉了 所以他无法拒绝流龙的好意 既然如此 流道友的恩情 邓某铭记于心 以后流道兄如果有能用得上邓某的地方 只要一句话就行 邓某保证不会拒绝 邓一马认真道 然后他收回了自己那超人飞剑 起身落到流龙的飞剑顿光上 啊 举手之劳而已 邓道友不必放在心上 流龙微微一笑 说实话 以他的性格 邦过邓一马后 恐怕一转头 就会将这件事给忘记了 毕竟 流龙这一辈子顺手邦过的修士 不计其数 要是每邦过一个人都要记住的话 他得有多心累啊 而且 他又不是图回报才帮助别人的 断仙台上 宋书航和须剑派叶唐的断仙台之战 就要进入高潮之时 这时 流龙带着娃娃脸的邓一马 降落在楚家阵营和须剑派阵营中间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抬头望了眼流龙修士 其中北河散人 古狐冠真君 以及造化法王都朝着流龙点了点头 他们几人也都是相熟的 流龙笑着回应道友 随后他目光略过所有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眨了眨眼睛 被化为流星飞来的人有这么多 很快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东方仙子 东方仙子 流龙欢喜地唤了声 迎了上去 东方仙子甘笑了一声 朝着流龙招了招手 之前他误会了流龙 还以为螺旋升天是流龙搞的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 流龙见到了东方仙子 一时欣喜便将自己再来的娃娃脸邓一麻道友 给望在了一边 不过 邓一麻道友完全没有介意 他的目光同样在九州一号群的道友身上转了一圈 邓一麻的交友圈和九州一号群的交集并不多 所以眼前的道友他认识的也不多 但若是九州一号群中很多道友爆出大名时 邓一麻会有所耳闻 很快邓一麻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了荔枝仙子 没错了 找到了 就是他 这大大的眼睛 漂亮且潇洒的气质 一笑起来时 还会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绝对没错了 终于让他找到了 就是他了 就算他化成灰自己都能认得出来 对面包裹在黄山真军外袍中的荔枝仙子疑惑地抬起头来 一双大大的眼睛 后期地望着邓一麻 他可以从对方的眼中看到熊熊燃烧的炙热火焰 似乎要将它燃烧一样 荔枝仙子眨了眨眼睛 他仔细地回想了一会儿 却对这个娃娃脸的修饰毫无印象 找到你了 邓一麻用力指向荔枝仙子压低声音的 啊 荔枝仙子伸手指了指自己 找我 不用装傻了 你以为装傻我就会放过你吗 邓一麻咬牙切齿 用喉咙吼出一个名字 可恶的铜瓜仙尸 荔枝仙子一脸懵逼 嗯 第279集 道友 你认错人了 荔枝仙子下意识答道 我是荔枝仙子 以前师父刚给他取这个道号的时候 每次被人叫起 他总是很羞涩 但被这样叫得久了 他也习惯了 荔枝就荔枝呗 比他水蜜桃仙子师妹要好多了呢 荔枝仙子 呵呵 呵呵 邓一麻发出崩坏的笑声 没想到 你竟然连自己的道号也不敢承认了吗 还荔枝仙子 你怎么不叫樱桃仙子 我还波罗道长呢 樱桃仙子是我师妹 波罗道长是我师兄 荔枝仙子平静地回答道 我 随后 邓一麻暴怒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竟然还要耍我吗 铜挂仙子 你个卑鄙无耻之徒 嗯 没错 说的就是铜挂仙子 因为眼前这个人是个漂亮的仙子 说的好 铜挂那家伙就是个卑鄙无耻黑到极点的混蛋 一边的北河伞人顿时大声喝彩 不过道友啊 你的确是认错人了 眼前这位的确不是铜挂仙师那个人渣 这位的确是荔枝仙子 至于你为什么会将他认成是铜挂仙师那个败类啊 肯定是因为铜挂仙师什么时候一融成了荔枝仙子的模样 给你算过卦对吧 北河伞人在邓一麻对着荔枝仙子吼出铜挂仙师这名字时 心中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猜到了 肯定是铜挂那混蛋一融成荔枝仙子的模样 在外面算黑卦结下的院 结果不巧 天下之道还真让那黑卦的客户找到了荔枝仙子 一融 邓一麻瞪大眼睛 是的 铜挂那败类的一融术天下无双 它一融成别人的模样 就连我都很难将它辨认出来 北河伞人答道 话说 铜挂仙师竟然会一融成群里的道友 那他曾经有没有一融成自己的样子去算卦呢 因为在九州一号群里 他和铜挂的关系最损了 以铜挂那家伙的下线 说不定早就一融成他的样子算过无数黑卦了 我来个去 这么一想简直可怕呀 哼哼 哼哼哼 邓一麻发出崩坏的笑声 然后他喃喃道 因为铜挂仙师当时信誓旦旦地给我算了一挂 我才将全部的家当都砸了进去 拼命去闯那黑虎秘境 甚至连本命飞剑都舍断在秘境中 本以为那次能得到让我境界得以突破的物品 但没想到 我最后得到的只有六枚十只无味 弃之可惜的鸡肋之物 我现在出门连个正式的飞剑都拿不出来 真是个悲伤的经历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听到邓一麻的话时 不由羞红了脸 这个算黑卦的 哪一天他要是被客户抓到痛打个半死 整个九州一号群里的人都会欢呼的 他那卦也太黑了 古往今来坑了多少人呢 而现在你们告诉我 那只是铜卦仙师的一荣术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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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什么的真是北河散人最想干的事情 节哀 邓一马咧了咧牙 易容术 李之仙子 我读书少你们就以为我好糊弄啊 吃我一把黑胡蜜精蛋丸 吼叫间邓一马伸手掏出一个五彩之色的小蛋丸 用力地朝着荔枝仙子的方向置去 坏掉了 北河散人道 面对着这么多的五品灵魂六品真君 这家伙竟然还主动发起攻击 应该是怒气上脑一时间崩了吧 狂刀三浪道 彻底被玩坏了 但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 洛尘真君道 唉 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无奈啊 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越是实话却越是没人相信呢 说话间那枚五彩小蛋丸已经弹射到荔枝仙子的面前 保开吧 邓姨妈怒吼 减缓发术 这枚蛋丸正是他闯黑虎秘境的收获 总共六枚 他曾经使用过一枚 在那枚蛋丸笼罩的十平米位置内 所有的生物都中了强大的迟缓术 在那个可怕的迟缓术作用下 所有东西的行动速度都慢得可怕 实验用的猛兽 想抬几个爪子的动作都用了足足五分钟 而这个迟缓术的效果达到了十分钟之久 十分钟足够他干很多事情了 说起来很悲伤 虽然这六枚小蛋丸效果很猛 然而对他而言却很鸡肋 全部家当就换了这六个玩意儿 搞得他为了重新换一柄本命飞剑 都要拼命地刷门派任务 积攒零食 而且除去实验用的一枚蛋丸后 余下的五枚蛋丸 他本想出售换点零食 但一直没能交易成功 因为他要出售的价格太高了 没人肯买 但价低了他又不肯卖啊 这是他全部家当换来的五个蛋丸呢 真是坑啊 所以最后他一咬牙 也不卖了 也留着自己心上 现在这蛋丸终于到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然而邓姨麻的蛋丸 却没能爆开 眼前那位漂亮的荔枝仙子伸出手来 轻轻一抖 在他身上六品真菌级别的气息爆发开了 随后有一层透明晶莹的墙壁出现在荔枝仙子的面前 反射晶壁 啊 六品真菌 小蛋丸撞击在那层无形墙壁之上 就如同撞在了弹力惊人的橡皮上一般 砰的一下被反弹了回去 邓姨麻下意识地侧过身 避过那枚小蛋丸 万一他被蛋丸击中 那强大的迟环法术爆开 可就彻底玩完了 反弹过来的那枚小蛋丸 擦着邓姨麻的身体飞过 最终撞到了断仙台上 好在断仙台上有一层护台人布置下的防御 弹丸撞在防御上后 啪的一下碎裂开来 如同鸡蛋一样糊在了防御上 下一刻 有一层奇怪的烟雾从弹丸中弥散开来 笼罩了整个断仙台 而与此同时 黄山真菌的身形从原来的位置消失了 等他再出现时 就已经站在了邓姨麻的身后 伸手轻轻在他的后脖子处一点 邓姨麻瞪大了眼睛 只感觉瞬间身体所有的力量都被抽空了 身形轰然倒地 一招就将他放倒了 这又是一位真君 道友 你太冲动了 你现在需要强力冷却计 黄山真菌淡淡道 邓姨麻瞪着眼睛 眼中满是愤怒之色 冲动 别因为一时的冲动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黄山真菌缓缓缓道 邓姨麻 依旧一脸不屈之状 黄山前辈 黄山前辈 跟那废话这么多干啥 邓姨麻 邓姨麻惨叫连连 走完之后 荔枝仙子继续问道 现在再仔细地感觉一下 我和你印象中的同挂仙尸 还有相似之处不 邓姨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付你这种热血上头的愣头青 最好的办法就是揍一顿 揍完之后 你自己就会冷静下来了 荔枝仙子淡淡道 一脸惊艳十足的模样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不由甘笑着 荔枝仙子 虽然平时看上去萌萌的 但是他要是发起飙来 简直无人可挡 他可是敢独自一人跑到华夏外 将一个败类西方土著神 按着揍到死的存在呀 先给我乖乖待在这里 要是你表现良好的话 说不定我可以带你去找同挂仙尸 荔枝仙子冷声道 竟然敢冒充他给人算黑挂 给他身上抹黑 同挂仙尸啊 这一次谁也保不了你了 冒充别人给人抹黑的都给我去死啊 一边还是大马猴模样的狂刀三愣 莫名其妙的感觉身上有些不自在 诶 不会是长猴尸了吧 诶 等一下 断仙台上有些古怪 这时北河伞人突然出声道 众道友转头望去 然后他们看到了断仙台上的奇葩一幕 此时断仙台上笼罩的烟雾已经散去 但断仙台上的情形却如同按了快进键一样 化身处处的宋书航和虚剑派叶唐的战斗 一下子变得有意思起来 一个眨眼的时间 宋书航和叶唐就拼了近两百多招 两人的身影都拖出一道道残影 快得飞起 要不是九州一号群道友们各个实力高强 说不定都会看花眼的 断仙台上 两人的刀剑不断的相撞 叮叮当当 腾挪转移 将轻身功法和刀法剑法施展到极致 火焰刀的光芒不时地闪烁而起 这感觉简直就像是两尊三品战王在战斗一样 嗯 这是怎么回事 雪狼洞主眨了眨眼睛 台上的宋书航和叶唐吃激素了 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猛了 奇怪啊 他们俩突然爆发出这么强大的速度 为什么两个护台人却无动于衷啊 断线台边上有奇怪的法术效果 这时黄山针军捏着下巴猜测的 莫非是因为那个奇怪的弹丸 但是那个弹丸发射之前 邓一麻叫的不是迟缓术吗 难道是那个邓一麻原本想扔一个迟缓术的弹丸 但最后扔错了 扔了个加速效果的弹丸吗 不对啊 如果只是简单的加速攻法的话 两位护台人应该能察觉出怪异之处才对啊 那他们会马上出手暂停断线台之战呢 但现在两位护台人目光炯炯有神 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战斗中的双方 丝毫没有要出手阻止的意思 似乎就连他们也受到了加速效果的影响 断线台上 楚楚和叶唐之间的战斗愈发激烈起来 每一秒时间 两人刀剑撞击次数高达四十余次 不知不觉 他们激烈地交战了六分多钟 但交战中的两个人看起来 并没有爆发后的那种疲惫感 看上去就像是在进行普通的战斗一样 如果是加速阵法的话 那应该也会消耗交战双方的体力和能量才对 黄山真君心中暗道 这种场面还真有些诡异 黄山真君捏着下巴思索着 若是想用法术打到断线台上的效果 那必须要将法术范围内的人们 思维加速反应能力速度等等的所有能力 全面一口气提升才行 这感觉就像是时间加速的效果 等下时间加速不会吧 一枚普通的弹丸之中爆发的法术 能涉及到这么可怕的法术 断线台上 滚石中箭 叶唐一声咆哮 箭如滚石朝着楚楚碾压过来 战斗到现在他已经动用了三种剑法 一招强过一招 而他对面的楚楚就只有一刀火焰刀 他翻来覆去的就只用这么一记大露祸的刀法 但让叶唐感觉到吐血的是 明明就只是这么一招火焰刀 但他就是无法打败楚楚 反而他感觉对面的楚楚越战越勇 他不是受了重伤 激发潜力才能上场战斗的吗 为什么他感觉这楚楚压根就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 还越打越有精神了 滚石中箭再次被对方的火焰刀挡了下来 叶唐只感觉对方体内的能量越来越澎湃 对方每一机上附带的力量亦越来越强大 而且每次楚楚用力挥刀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巨精在鸣叫一般 楚楚在不断地变强 或者说他的实力在不断地恢复 叶唐咬牙暗道 自己现在可是二品真师 竟然连一品月龙门境界的楚楚都干不掉 该死 再让他恢复下去的话 岂不是要一直恢复到二品境界了 到时候我岂不是要输 而且刚才两人已经战斗了接近一个小时了吧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口气解决他 最后一剑 叶唐长笑一声 身形突然高高跃至空中 他浑身的真气借着这一跃高度凝聚 接下来他要施展自己掌握的最强一剑 开山剑 这剑法能一口气将真气凝聚爆发 拥有两倍以上的威力 而且这一剑中拥有着隔山打牛的透射效果 就算被挡住 真气也会直接透射入对方的体内 造成敌人内伤 没有二品真师级的修为 就无法抵挡那侵入体内的真气 再浑厚的气血之力也没用 这一剑绝胜负 同时 叶唐眼角余光扫向楚楚 他要如何面对自己的最强一剑呢 即使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出剑吗 楚楚依旧没有出剑 他双手平握宝刀 刀身上再次燃烧起火焰 只是或许是他的实力 在渐渐恢复的原因 刀身上的火焰 已经不再是薄薄的一层 而是真正的熊熊燃烧 这才是真正的火焰刀 但是 大陆祸的火焰刀 是绝对挡不住自己接下来的一剑的 断仙台第一局的胜利 他拿下了 开山剑 叶唐咆哮一声 这一剑 他堂堂正正地吼出了自己的剑招 他的身体携带着斩破山岳的气势 一剑斩向楚楚 楚楚毫无畏惧 依旧是一刀连着斩了上来 当一的一声 比之前任何一次交手都要沉重的撞击声 就如同寺庙中沉重的大钟被撞响一样 声音悠悠地传出老远 叶唐全力爆发 趁着刀剑相撞之际将自己的真气化为剑气 打入到楚楚的体内 这些剑气会彻底破坏楚楚的经脉 让他失去抵抗之力 一品修饰的气血之力 无法抵挡真气的 果然 楚楚在接了这一剑后 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皱着眉头 双手发麻 之后他手中的宝刀 钉的一声 掉落余地 结束了 叶唐吐出一口浊气 沉声的 最终赢的人还是他叶唐 然而就在叶唐松了口气的瞬间 对面的楚楚突然在地面上用力一探 下一刻 楚楚娇小的身体已经窜到了他的面前 他的拳头如流星般向他砸下 每一拳挥动之际都有惊叫声 金刚基础拳法二 拳如流星 加三十三兽先天仪气功 巨精篇 楚楚的突然爆发 令叶唐毫无防备 结结实实地 用自己的身体 接受了这一阵流星般的拳头 拳拳到肉 每一拳都如铁锤砸在脸上一样 叶唐惨叫连连 整个人被击飞出去 落地时 他的脸上身上出现了一个个拳印 拳头上的力道更是钻入他体内 震伤他的肺腑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能行动 你体内经脉应该被我的剑气 嚼碎了才对 叶唐咬牙盯住褚褚 为什么他会毫发无损呢 明明他已经亲手将剑气打入他体内了呀 除非 叶唐瞪大眼睛 只见在楚楚的身上 气血之力已经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精纯的真气 他恢复到二品境界了 楚楚望着他露出田径的笑容 在和叶唐不断对拼的时候 他体内白钱被设下的蓄气扩针法封印 就已经悄悄解开了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一身五大教学的气血之力 再次全数灌入到丹田之中 上次晋级到一半暂停的丹田雏形 被第二次气血之力再扩大了一圈 最终所有的气血之力 在丹田中化为一个真相